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多么安静 是吧 那我说纳粹统治犹太人的时候 犹太人也非常安静了 其实有时候如果一个正常的社会 它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 因为它没有内心的恐惧 而相反一个专制社会 一个独裁社会 它人民不敢表达 它就会保护自己 我想这也是人的一种天性死狼 对 杨子大姐 我在想 我们现在把视角拉回到美国 您在美国也待了这么多年 我曾经遇到一个事 就是有一天我看到有一个送外卖的到我楼下 我刚刚碰上了 我就问他 我说怎么样啊 哎呀 后悔死了 不该来美国的 我说 为什么这样呢 他说 你想 我的朋友 这房地产开发 都成了大老板 我来到美国 来到美国怎么样 送外卖 但是我说 那你有自由啊 所以有很多华人 他之所以在这个美国社会 他说不能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社会 社会 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有一种情绪 或者他们本来也就没有追求 就是来混美元的 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您怎么看待这种海外的这种华人 这就是可悲了 这就是民众的可悲性的具体表现 我觉得 所以说自己没有文化 他不知道 比如说我语言不好 所以影响我跟美国人的交流 影响我对美国社会的深层值的了解 因为我好多文章我看不懂啊 有些东西表达都要看文章的 可是我能够知道自己 自己不行 自己哪个地方不如人家 对不对 那这些人连自己判断能力都没有 他总觉得自己行 自己很行 好像最初觉得总是埋怨别人 自己赚不到钱总是埋怨 赚的钱少 总是跟人家大财产比 可是你跟大财产比 你的不足在哪里 他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的短述 而却老师好像别人的优惑东西他得不到 他总是埋怨别人 这种就是因为自身的文化搜索机 自身的自理能力 就是只是埋怨别人的话 那就是思想境界 不知道谦虚为人 可能也就是用人文方面的文化 用文化的最后的文化的高级有关系 对不对 如果自己越有文化 越多越多 越量越多 他越知己 对不对 又不会老是埋怨别人 懂得谦虚在人 懂得谦卑 懂得尊重别人 懂得对自己也有反思惊认 不知道 越是有文化的人 越知道谦卑 你又不知道谦卑的人 是不是越是没有文化的人 可以这样说吧 我就是你 所以这种早就存在的 我已经屡见不鲜了 你刚才讲到 讲到一个什么 就是中国人过去还有好多 虽然少数 但是还存在 但是现在我 我是不是因为离开中国多了 可是过来的人也没什么 由于被 在中国国内 由于愿意像高智生 等现在还有几个 我好像没什么人出来的 尤其是新冠病毒以来 招大老老人家也没有那个 可能这些人应该说 不声不响的 还在追求的 在国内 不声不响的 还在追求的 还在进行的 但是组织自己的一些 一些人在秘密的活动上 对吧 好像到现在也没发现 有新的出来 现在还有谁啊 过来的 不是新冠病毒系统 有问题的 就是在不同政界方面 有表现的 还有谁啊 还有人过来吗 偷入过来的有没有 都没有了好像 没听说没报道 但是好像是2020年以来 大概有70万政治异议人士 就是庇护 申请政治庇护 当然里面肯定有 有些假的 这个 你说这个从这个从计数 美国从这个 这个很多都是水分 真正的 有70万的到美国 哎呦 别的那是世界这个数字 我没有 如果是 我绝对不会有100个 12年以来 没有了 都是老实 90%都是 都是 做出来的资料 做出来的 就是政治庇护的文章 都做出来的 但是我就怎么说呢 都说 因为美国 美国太忧郁了 所以你都千方百计点过来 我只能这样来 为自己解释一下 这个怎么做 我当时有一位朋友 也是跟我说 他就见到有一些 就采取一种欺骗的方式 来到美国 留下来的 也是很愤怒 但我也劝他 我说了 不管怎么说 他不愿意待在中国 他愿意来到美国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追求幸福也是人的权利 至于说他另一个方面的问题 其实在海外 我觉得有些华人 就说 人家歧视我们 怎么样 他其实也需要反思 比如说有些领东西 排队 排了一次又又去排 你那很多 太多了 然后又把它扔掉 是吧 美国人都很愤怒 美国人就做开个视频说 他说你不应该这样 他说现在还有很多人很饥饿的 是啊 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的 都是很让人痛心的 很痛心 就是多了也就疲了 这是客观存在啊 我不喜欢他们 但是他们存在啊 我能怎么样 这就是目前的糟糕 这是糟糕 所以应该说 美国的走向后路 跟我们这些外来民族的 不安一样 表现不正规啊 拖他们的后腿也有 这一句话呢 就涉及到一个多元化的问题 就是说呢 美国一直在支持多元化 但是我就觉得呢 像川普 他有些 比如说 就是 要保持美国的主体文化 有些观点 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他这个人 根本就没有观点 你太明白了 这个人不是有观点的人 我们 我们再换一个话题 我们来 您知道王先生 已经去三十多 而进来实验了 还有两个月 并且王先生呢 一直是在中国 这个自由思想方面 一个先驱 并且是指着大家 进入了历史 如果王先生活在今天 您觉得他会是个 是怎么样子 无语 两字 很简单 无语 因为 自己追求的理想 跟我 现在的现实 跟我追求的理想 距离是远了 大了 不是近了 所以无语 用两字 只有没得好说的 痛心到极点 但是没得话说了 那就 很多老的人 就这样老了 叫丢进老胎 一载不如一载 就是一载不如一载 你还有一什么话说 我没有话说 没有话说 我们追求的是 这样的现状吗 我是索性质疾 所以在真正的二十多年前到这里来 自己生活 获得了疾病保障 但是呢 我如果 我紧紧自私 什么也不多想 我满足于现状 我很好呢 可是我觉得 我毕竟说 我有的时候还想想 所以你想想 你说我俩 你是很客气的 对我这么表达 实际上我也是很 应该是很惭愧的 就真的很惭愧 活着好好的 生活那么对 国家是对你这么好 但是我说 这不是某国 是吧 但是呢 我的某国还有这个状态 我觉得一方面很惭愧 一方面就是 我要忠于现在的国家 可是我做不出我更多的行动来 我觉得 真的一个 只会 只会 只会像 像 现在美国也是我的祖国了 对吧 像祖国伸手 只要他照顾 自己不知道报答 其实也很惭愧 可是我说 怎么说上帝原谅我吧 我觉得您也没有必要这样考虑 你的事是这样的 可能呢 这个您有一种责任心 就是说 来到一个自由的世界 人家给我们这么多的关照 但是呢 您作为一个 一个美国公民 您 当然一个享受公民的待遇 因为一个 美国宪法 它是这样规定的 不可能 让一个公民陷入贫困 陷入没有真言的生活 这个国家是有责任性的国家 对啊 所以说您这么一种 对美国的正确看法 其实对美国就是一种支持 我想问您 因为很多人呢 还是很关心 王罗王先生 虽然他已经去世很多年 大家也没有完全遗忘他 我就想一个问题 王先生在国民党的时候 是受到了迫害 因为他 他应该属于主亲 是吧 比较取向于共产党 然后呢 他在共产党里面呢 他也不受待见 你比如说 在延安的时候 他也不是完全就是复合 在文革期间呢 他又跟毛 他又反对毛泽东 邓小平执政以后呢 他又对邓小平提出批评 对 所以他这个人 很多人就看不懂 就是说他好像一直 在这个世界上他就 就没有 就是说不停地都在反对 您觉得到底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呃 因为他所反对的 一个一个 中共的统治者的高级 高层人物 一个人反对过来 这是 主要是反对极权性 我我这么看不一定正确啊 极权性 因为除了这个极权性的话 这个他不会反对 邓小平他没反对啥 但是他批评他 他觉得邓小平有些地方 也是太老的关系 讲话言不由衷啊 讲出来的话 已经不大考虑自己的这个 该讲什么 不该讲什么 就年纪大了 就没那么多的 就是考虑了 所以呢 他就批评他多了 但是呢 他批评都是从 在邓小平方面 他是从爱护心里批评的 那么 反正他批评来反对 总是为了一个民主多元 民主自由 这一点是他的初衷 不违背初衷 但是谁 领导人如果不注意 走到极权方面 他就不容忍了 所以说 所以说他为什么 就是他坚持的一点 就是向美国看戏 向美国学习 但是他没过来 很久 看到民运队伍里面的 队伍本身 并不理想他也不能说 对吧 所以 他就 按照我们以前说 就沉默了 沉默 现在就叫叫无语了 对吧 所以 讲起来也很简单 你追起来追起去 就是我们的自由民主 对吧 这个四个字很容易 但是人家做到真的 几十年也做不到 也追求不到 所以我就 他的思想 应该说 他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 那就更加无语了 因为我们所追求的局面 追求的目标 比离开我们现实好像更远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